有生意不错 干嘛呢 快 您快别动手了 我来吧 张老板 每次都是我自己搬的呀 真不用麻烦你 哎呀 现在可不一样了 你哪可今分析比喽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张太太 我是不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告诉我行吗 大家今天都怎么了 他们怕你 我可不怕你 行了你 少说两句吧 不就是嫁入豪门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呀 您可没做错 大不了让秦海集团收我们房子呀 别租给我们呀 树挪死人挪活的 我们照样能生存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那么狠心对我们 你说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呀 不明白 报纸上都说了 您是汪家的儿媳妇 我倒是想问问你 平时我们对你不博吧 你才当儿媳妇才当一天 您就要拆了我们这儿 您让我们这儿三百口的人喝西北风去呀 孟兴小姐 我们上面有老人 我们还要养孩子 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您行行好 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吗 张太太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居委会呀 刚刚下着通知 通知我们三个月就要搬出这里 说什么这一带是秦海集团的产业 要搞什么服装产业人 截止到今年年底 我们的房屋和土地合同 就不再跟我们续签了 你说你安的什么心呀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那么狠心的女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李大为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只是在演戏而已 演戏 人家当着全国媒体的面相求婚了 这叫演戏呀 哎呀我看你的演技也不怎么样嘛 连撒谎都不会 你还不是痛快点把我们一棒打死得了 你在这儿假惺惺呢 快走吧 你可别在这儿丢人了 你 你有本事 快走吧 你这么严 你这个死男人 你又有本事 我至于这样吗 我 孟兴 孟兴 我 怎么了这是 我又没欠你钱干嘛拉这个脸啊 李大为 我怎么得罪你了 没有啊 不是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那你为什么要把土地征用收回 做什么服装文化产业员啊 你说这个呀 这是集团董事会的决定 董事会就可以随随便便决定 剥夺三百人口的生计啊 关键是这些都是董事会集团的产业啊 胡商不奸 在利益面前 你们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死活 咱们今天先不说这个行不行啊 对了 我妈今天晚上想请你回家吃个饭 不去 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未婚妻啊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们俩只是在演戏 而且我是在帮你 不是 我知道啊 但是你答应过要嫁给我的呀 前提是 您要先帮我还掉九百万的债务 可是你还了吗 还没有 不是 那我答应你的事我肯定会做到的 你放心 这 再怎么说我也帮过你啊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说吧 要我怎么帮你 做我未婚妻 其他什么事你都不用管了 我这人特好相处 你说买房买车买钻戒啊 全包在我身上了 李大为 你再这么说我给你急啊 你急什么呀本来就是嘛 你帮忙帮到底 我可听说最近结婚证降价了 才九块钱 要不我请你啊 你要不要脸啊 那看你赏不赏脸啊 你脸皮真够厚的 说真的 我妈今天晚上是真心诚意 想请你回家吃个饭 你就赏个脸吧 算我求你的行不行啊 那改建拆迁这事 是不是你妈做的决定啊 理论上不是 不过她也有决定权 行吧 既然李大公子都求上门来了 即使是鸿门宴我也去了 你看这就对了嘛 行喽回家喽 好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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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哥 黄哥 干什么你 黄哥 这个巧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给走我 黄哥 你瞧你这话说的 咱俩谁跟谁 文化人 管这叫摄影 其实就他妈照相 我一哥们跟我说 干这个 运气好了 说不定能挣大起 你看 我今天运气的不错 给黄哥遇上了 哎 对了 那小娘们的事还没搞定呢 进来再说话 沈克乐 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你稍稍再给我扯淡 啊 你在这儿给你送我 那里个什么心啊 我跟你讲啊 你这保仇 我已经全都给三彪子了 三彪子 我怎么没听说啊 哦 对了 你不说啊 我还差点忘了 昨天叶总会啊 又有人被抓了 咱彪子就是个拉皮条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他就落在公安局手里了 这小子跟我可不一样啊 我是受个大哭大难的 哎呦 他还这儿一进去 待了两天 说不定把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 全给撂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黄哥 咱做人做事吧 得讲信誉 该捞人的时候捞人 该捞财的时候捞财 财是死的 人是活的 咱不能干那个两头同吃的显招啊 你说呢 不就是想要掐吗 说呗 要多少钱 黄哥 你看你这话说的 老弟是那贪财的人吗 我要是贪啊 我早成大款了 哎呀 你看 房子和车我倒是有了 还是那句话 我跟你玩的 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 黄哥 你自己看着办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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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了 这样吧 三天之后 咱在小酒馆见 记着啊 把你这些艺术作品一起售了 我可不能浪费你这些艺术细胞 好嘞 咱一言为定 拿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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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